所以我們大家很喜歡歡迎東英戰神Nissan GTR 對不對 這是我們再大家一個掌聲出來 其實大家很期待 在東英車展的時候我們去看到 它是會場的一個焦點 大家在台北新車大展的時候 它也是會場的一個焦點 其實在台北車展的時候 新車大展的時候 我們要拍拍引擎 這不行啊 這不能拍了 我們只能拍拍內裝跟外觀 這是由親自去試駕它的人 回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來 我們現在來談談GTR 其實這邊珍湯每次都會出題目 GTR在日本扮演的這個角色 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想問一下 當然角色算是 日本人超跑迷中的神 一個性能級 其實講到超跑好像 其實在日本 不管日本、韓國 以及中國華人市場 好像我們很少在聽到 發展所謂超跑的市場 其實以亞洲國家來講 其實工業當然是守著日本 對 那日本為什麼我們一直 很沒有辦法去聽到說 它也有一部超跑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 有一個自主馬力限制 就是280匹的問題 那為什麼GTR在日本人 心目中有那麼強 因為第一個 它有很悠久的歷史 好 它事實上 它從幾十年 二十三十年 它就已經有這一個車款 只是說 它也不斷的引進 一直到R34 因為我們最新 現在要介紹的是R35 R35 R32的部分 就已經開始 開始有一些知名度出來 包括在賽道上 包括在改裝部分 甚至包括 我們大家都熟悉的一個萬案 極速挑戰部分 都是慢慢的 透過由R32 R33 R34 這幾個 前輩打下的一個基礎 所以它一直有一個外號 叫東引戰神 東引戰神 對 早先的時候其實 隨著這個 它的參賽的一個經驗 讓大家慢慢認識它 對不對 那現在其實你看到的 Nissan的GTR 已經是 跟早先的一個設計 其實是完全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那在科技上面的融入 其實這台車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地方 是在於說它的引擎 它的底盤 包括它的傳動系統 都是電子化 非常非常水準非常非常高的一個設計 那有科技也是 那引擎的部分很簡單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V6引擎 VQ38 3800cc 掛兩顆窩輪 是由IHI所製造的一個雙窩輪 那馬力值的話是480匹 那扭力值是60公斤 那事實上這個動力數據 是馬力機實際去測試出來的 跟我們一般 我們看到的數據 進馬力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的引擎進馬力 是已經突破這個辦法 其它引擎長怎麼樣 大家真的很好奇 導播可以先幫我們 把那個引擎的畫面 放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們這次 在幾次車展 其實沒有拍它的引擎 你覺得真的是滿遺憾的 我們還 剛剛你竟然講到引擎了 對不對 我們就先把這個引擎 談一談 這個引擎 我們講說它有480匹的馬力 對 雙窩輪 雙窩輪 雙窩輪V6的一顆引擎 對 這顆引擎好了 我們講說這個引擎 對這樣的一個表現 其實這樣來講說 其實你講480匹馬力算大嗎 其實以超跑的等級來講 其實算是剛剛好 算是剛剛好 對 不過我們來看到這個引擎 長得好漂亮 終於讓我們先看到了 好 好 改裝的潛力呢 改裝潛力 因為目前它的電腦太聰明了 原廠電腦太聰明了 目前日本各大改裝廠 包括HKS 包括Bliz 包括Trust 這些有名的改裝廠 對它的原廠電腦 目前還是束手無策 那只能針對排氣管的部分 進行改裝 對 排氣管的尾段的部分 那事實上它的改裝潛力也非常大 我們只是 他們 他們只稍微針對排氣管的部分 進行更新 那順暢度比較好一點 馬力就增加了40匹 那扭力更驚人 有10公斤的成長 10公斤 到70公斤的成長 OK 就引擎來講的話 的確是相當大的一個 後續的一個改裝空間 好 那我們進入到它這個 就你這樣開車的一個內裝 我們剛剛看到了 走到了內裝的部分呢 你覺得在內裝的部分 有什麼樣的新科技 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它內裝我覺得 算是延續過去的一個傳統 但是有做更進一步的講話是在於說 它 中控台上方的那個 7寸的一個液晶螢幕 在中控台上方大家要注意了 對 7寸的一個螢幕 對 其實這個螢幕可以顯示非常多的訊息 包括引擎 機油的溫度壓力 變速箱的溫度 變速箱的溫度 變速箱油的溫度壓力 水溫 包括水溫也有 包括前後加速的一個G值 左右的G值 等等部分 包括油耗的部分 都可以透過這個monitor來顯示 至於這個monitor在哪 我們看到極速340號 340號 就在這邊這個螢幕對不對 中控上面這個螢幕 對 中控上面這個螢幕 可以顯示剛剛你講的這些數值 對 好 這些數值我們看 對於我們實際在操控上面 會比較有幫助 會比較有幫助的是在於說 這個機油的溫度 機油的壓力 水溫 還有變速箱的部分 可以讓我們去掌握說 這台車目前 它的這個運作狀況 適不適合在讓我們做更激烈的吵架 OK 好 就在這邊這個地方 它整合了導航 對 整合衛星導航 還有電視 所以你在這邊旋轉的時候可以看到 光看這個相當高科技的產品 好 找尋你相關要需要的一個 事實上它這個介面的部分 圖案的介面部分 是透過製作遊戲大廠 就是跑車浪漫女 就是跑車浪漫女 是跑車浪漫女 就是我們PS2 PS3非常有名的 跑車浪漫女的一個製作團隊去設計的 所以它看起來是非常的華麗 非常有的生動 跟它打電玩一樣 對 這個設定 OK好 而且那個介面一個平台在這個地方 對 操作上面方不方便 超方便 只要一個旋鈕跟四顆按鈕就可以搞 我看整顆車子的一個操控的焊鈕相當多 只要這樣做 對 下面還有三顆 對 下面還有三顆 那三顆個別就是換檔的速度 它自手排 六速自手排換檔的速度 還有就是一個阻尼 電子是阻尼懸吊的控制 你可以調軟硬 再來就是這個防滑系統 防滑系統的控制 這主要是以這三個為主 那其實比較值得去說的是在於這個電子阻尼的部分 其實它四支避震器都是用電子阻尼去設計的 那你只要在設計在 把這個功能鍵設定在Confort這個模式的話 它這個是跟避震器可以分別一支一支去控制 根據你的車速 根據你方向盤轉向的角度 根據路面跳動的情況 還有一些煞車 ABS做動的訊息 分別去調整四根不一樣阻尼 其實它做軟硬的一個調整嗎 對